俄军在乌克兰各大城大肆破坏 而西方国家也相继对俄国祭出经济制裁 英国政府表示经过与欧盟协调 将制裁乌克兰东部178名亲俄分离分子 另外还有6名寡头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员工 尽管西方国家硬起来制裁俄国 但也有许多国家选择袖手旁观 对此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表示 不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令人法治战争 并想借此牟利的国家是短视尽力 如果破坏西方对俄国实施的制裁 他们将面临后果被外界解读 是向印度喊话 几天前美国总统拜登警告 还没对俄国实施制裁的印度 声称向俄罗斯购买更多石油 不符合印度的利益 而且可能会阻碍美国对于乌克兰战争的因应 不过叶伦还另外点名中国 敦促中国采取行动协助终结乌尔战事 业伦还警告北京当局如果不这么做 在世界上的地位恐怕会受到影响 对此中国还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不过面对西方国家制裁 俄罗斯显然没在怕 总统普丁表示 莫斯科将为能源出口寻找替代市场 普丁表示针对俄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方面 可以在俄国市场提高这些能源的消费 以及对真的有需要的世界其他国家增加能源供给 面对西方制裁 普丁显然不痛不痒 欢迎新闻孙颖林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